这时段不少上班族出外觅食 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通过路口时 一旁的路数突然倒下 后方的来车急停 但当下已经波及四辆车子 11号中午台中市南屯区向上路一段 发生路数倒塌砸车事故 警方接获通报到事故现场摆起交通锥 在烈日下帮忙指挥交通 因为这个十字路口来往的车流量大 就是刚好绿灯啊车子走过来嘛 然后他就就马上这样倒下来 根本来不及的反应 遭闸的四辆车其中一辆要价259万的 银色双B休旅车 在通过路口时引擎盖遭严重砸毁 其他三辆车子也都有插伤的情况 遭波及的车主都还惊魂未定 好在当下没有人员受伤 台中南屯向上路上 有一整排像这样的路肩树 这次倒塌的路数是已经有25年树林的铁刀幕 因为生长的环境在柏油路上 又加上树木疑似得到核根病 导致约四成楼高的路数拔地而倒 市府也立刻派承包商到场进行拒束工程 迅速清理路面恢复交通 向往后续的赔偿市府将负起责任 并主动提供国赔申请 三连新闻陈炳豪 赖玉成台中报导